男人带女儿外出打猎 可就在他发现猎物后 枪口竟然对准了女儿 但最后他还是不忍心下手 男人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知道 只要女儿多活一秒 全家人就多一份危险 二十年后女孩长大上了大雪 而她对小时候发生的事 丝毫没有任何记忆 这天她正在图书馆看书 突然一只乌鸦撞向玻璃 接着她的手便不受控制地抖动 随着抖动越来越严重 女孩直接栽倒在地浑身抽搐了起来 周围同学见状赶紧叫了救护车 然后将她送到医院 可经过医生全面检查后 女孩的身体异常健康 没有查出任何问题 第二天她来到游泳馆游泳 可没多久 游泳馆的灯就突然闪烁 女孩立马感到不妙 果然身体再次抽搐起来 下一秒她便昏迷了过去沉入泳池里 好在没一会儿她又醒了过来 然后拼命地游向水面 可此时水面竟然变成了一面墙 不管她怎么用力推都推不开 女孩拼命挣扎 就在她快要窒息时 她竟然又游回了水面 明明自己身体很健康 却为什么会这样 为了查清原因 女孩在网上查阅了大量资料 原来这不是病 而是一种可以用想法 控制一切的超能力 只是她还没有完全掌控 所以才导致一些奇怪的事发生 第二天 她将这件事告诉了闺蜜 可闺蜜却认为她有癫痫 并把她带到医院 给她请来医生做检查 可就在这时 诡异的事再次发生 只见女孩又开始浑身抽搐 下一秒她的身体 竟然悬浮在了半空中 脑海里想到的全是闺蜜 只见闺蜜走到窗前 身后的玻璃突然炸裂 瞬间闺蜜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检查结束后 医生说报告上显示 在她发作时脑波并没有出现异常 这说明女孩不是癫痫 可能是某种情绪所导致的 随后女孩来到闺蜜家中 她惊恐地发现闺蜜似乎真的不见了 接着她便在窗户的玻璃上 发现了闺蜜的头发 她尝试着联系闺蜜 可怎么都联系不上 难道脑海里的画面真的发生了 自己真的拥有超能力吗 她非常害怕 赶紧打电话将闺蜜的事告诉了爸爸 并表示自己想回家 等回到家后 爸爸让她喝了一杯热咖啡 可下一秒女孩就晕了过去 原来爸爸在咖啡里下了药 其实夫妻俩早就知道 女儿有控制一切的超能力 可她并不能完全掌控 所以才会经常发生癫痫 接下来的日子 他们把女孩囚禁在家中 每天逼她吃大量的安定药 来压制女孩的超能力 可没想到 安定药出现了强烈的副作用 女孩又开始做噩梦 她梦见爸爸在湖中打鱼 紧接着飞来一群乌鸦在爸爸头上盘旋 下一秒爸爸的双手便开始起火 很快大火蔓延到全身 爸爸赶紧跳进湖里灭火 可刚浮出水面身上又开始起火 没办法爸爸只能再次沉入湖里 但这一次 爸爸就再也没有浮出水面 此时 女孩突然从梦中惊醒 她急忙来到湖边 果然她在湖中央发现了爸爸的船 女孩意识到 她用意念已经将爸爸杀害 失去爸爸的她痛苦不已 她跳进湖里打算将自己了结 可没想到 她被一股神奇的力量又冲回到了岸边 她感到自己完全掌控了超能力 于是她回到家中 用超能力将妈妈的腿制好 然后离开了家 接下来 她要利用自己心想事成的超能力 去帮助社会上那些需要帮助的人